看看现在两岸的关系可以说是已经降到冰点 比冰点还要冰点 我必须讲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紧张 或者是这么不友善的氛围 现在传出来了我们台湾的团客 到中国大陆旅游被留置 那这位团员我们去了解了一下 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过去的职业的关系比较特殊 那梁文杰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 他今天又提了另外一桩事情 也是一样是团客就是组团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 团客的一位团员不只是被留置 他说台湾艺术家还遭到公安脱光光来检查 那听起来蛮惊悚的 那细节现在都还在了解中 我们来看看报道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说 旅行团的成员有被留置的状况 透露首次有旅行团去大陆旅游 有团渊被个别留置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提醒国人 其中一位在中途被带走留置 那等到旅行团回来了以后 几天他才被放回来 会被扣留 梁文杰说是大陆执行国安法和反间谍法 过去这种情况都是个人前往居多 但最近发现旅行团首次有状况 不过工会却说对此没接获相关消息 到底是哪一团成员遭到大陆扣留 梁文杰说案件还在调查 没有办法提供个别资讯 还有网友在社群分享自己经历 这名网友说去大陆报名书展摆摊 书籍是从台湾带过去的 不但被大陆公安征讯还被要求脱光检查 最后才被释放 难道最近去大陆真的要谨言盛行吗 陆委会说上述案件都还在调查当中 到底是情是真是假 恐怕得由陆委会向国人交代清楚 陆委会主委邱垂政今天讲说 这一位团员被留置的已经平安 回到台湾了 来 请教哪一斤 我先讲一下这个 我们刚才这个国防部部长 顾力雄他在讲到说 进入到大陆的军机或什么的 进入到我们这个12海里的话 我们会看这个状况 要行驶这个自卫权 如果说大陆今天 他们不管是军机 有人机 无人机或者是军舰 进入我们12海里的话 台湾还不采取回应 我觉得这也是满奇怪的 只是说他要评估那个状况是 今天如果进来 我们的12海里的是无人机 然后是侦查无人机的话 你要怎么样的处置 我们现在面对大陆很多的 这种灰色地带的威胁 包括在金门水域 现在大陆的 他现在已经有军舰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境限制水域了 我们要如何的来处置 我觉得这些本来就是要 通盘来思考的 然后现在台海两岸之间的情势 我觉得是在美国不断的 在天柴火的这个情形下 使得大陆方面对台湾 因为当美国不断的提出来说 2027会攻台 然后他们现在又做了 什么样的部署之后 让它变成是在台海 可能会上演的一个恐怖小说 然后我们今天6月6号 昨天才是诺曼蒂登陆 80周年的这个日子 80周年的这个日子 有一个老兵 他在接受的访问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深思 他说他一点都不想出名 他希望一切的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战争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 我们到现在 人类完全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 澳洲驻美国的大使陆克文 他说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大陆对台动武的话 他所造成的后果影响 会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大 我觉得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严重 特别是当拜登总统 他提出来说 不排除使用武力的时候 美国要盘算的一个就是说 他愿意为这场战争 要付出多少代价 我的了解是 解放军再去估算 他如果今天被逼着 要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 美军是会介入的 美军一旦介入的话 他就牵涉到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情况 只要美军 你不管是用空中的部队 你用空中的力量 是飞弹也好 或任何的形式也好 或者是海上的 你去攻击了中国的话 中国必然会反击 中国反击的情形之下 这难道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他那个战火的延烧 那个就是完全超乎大家可控的范围内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就一直在讲说 大陆只要对台动武的话 他必定会遭致到 就是说他的经济会崩溃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吗 这个中国今天只要一旦决定对台动武的话 他自己的这个经济 就算是被打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他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 他就是赢 他绝对会赢的 而且他绝对要赢的 他没有输的可能性的 这个CSIS做了非常多次的兵推 他兵推大范围的都是大陆会输 然后这个美国会赢 就算是惨胜他也会赢 这个不存在在中国的战略想像里面 他今天只要他要 只要他被逼着打台湾的话 他只有赢了这条路 乃嘉宇 我觉得我们当然不能把善意寄托在中共上 所以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先做好 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顾立雄他是律师出身 所以他非常清楚战争 或是任何的这个定义 所谓自卫权跟第一级 我觉得在法律上定义就有不同了 在法律上也有所谓的正当防卫 当人家来攻击我们或是亲门踏户的时候 我们是行使我们的自卫权 我们是正当防卫 我们不是第一级 我们不是发动攻击的人 所以这个在这个词意上就会差很多 在国际上的认定可能也会有差别 所以顾立雄把他诠释说 如果当这个共军侵入到我们的主权 我们的领海十二海里 我们行使的就是自卫权 这就是一种正当防卫的概念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合理啊 那如果说我们都放手两手一摊 一定要国防部一定要谁来指示 我们才可以发动或者是怎样的话 那对共军来讲他现在已经觉得 反正无所谓啊 我到时候随便我们现在在旁边 每天看到他在金门在哪里 到处跑来跑去 好像台湾都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顾立雄 某种程度也是告诉大家说 必要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国军们 大家可以授权依照比例 依照正当防卫 去行使我们的自卫权 可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看到在国际上 刚刚讲拜登跟川普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他们两个的理念跟价值就差很多 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拜登的说法是 我们绝对不会背弃乌克兰 对台湾的说法 拜登是说 我们这个不排除出兵保护台湾 无论如何你看川普怎么说 他说战争是要付出代价 是有成本的 所以乌克兰战争他希望赶快结束 至于如何结束呢 很多媒体都揣测说对川普来讲 他宁可乌克兰放弃领土 也要结束这个俄乌战争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对于战争 或是对于盟友的态度 是完全不同 这个其实在对美国的选民来讲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那你说再回到刚刚这个 香港大陆这个盘查的事情 其实这个从国安法 还有反送中以来 其实一直时有所闻 不仅是对于台湾人 包括艺人这个吴康仁 他之前也传出说 他去香港穿黑色衣服 就被港警盘查 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 大家要知道 其实中国对于台湾的不友善 不仅是刚刚所说的 对于领土啊 不断的这个共击啊 等等的老台 对于国人去中国旅游 其实也时有所闻 遇到这种无欲警盘查的状况 嘉宇我可以问一下吗 现在民进党政府的这个看法是 不鼓励台湾人 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是不是 因为我感到这个氛围 应该是说提醒国人 附中旅游应该要注意 有这样子的一个危险性 必须要小心 因为你被盘查 你也不知道原因 很多你在网络上 包括PTT 有很多网友 年轻人说 我在香港吃早餐 我穿个黑色衣服出门 这个我有看到很多 然后就被认为是 这个有嫌疑等等 所以要特别小心 而且它可以随便看你的手机 然后很多人就在提醒说 手机不要设这个人脸辨识 你去香港或是哪里 你要用密码 是 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提醒 甚至媒体上也很多 你手机可能有任何的照片 或是他都会认为你是 随便找一个理由 就把你抓起来 所以这个有形成一个氛围 我必须要讲 我现在的氛围 我自己的同才 也有很多人说 我现在也不敢去大陆 有这样的氛围 不过我的问题是 民进党政府是不是有刻意的 政府不会去说 你不要去中国 但是会提醒你有这样的事情 你要特别小心 是 好 国城委员 我在想 因为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政府 说实在这八年来两岸关系 这个大家不要评论 你们做什么策略 就是只有一个抗中保台 我也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 你到现在 可怕这个事情 他已经出手 不要刚才志祥所讲的 24海里来挑战12海里 这些东西 你们好像似乎都没有问题 都好像台湾人民也习惯了 你也不讲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民进党的 这个像梁文杰今天谈出 这些被留置的问题 这只有今天吗 一个团里面 你为什么只有你留置 要留置是整个团留置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 这个也是抗中保台的策略 所以我认为梁副主委 他是政治语言 只要是扯到中共的话 就是抹红抹黑 不然就是什么 抗中保台的政策 所以我认为旅游团 你不开放就不开放 干嘛用这种东西 来告诉台湾人民 说大陆对岸 他是这样对待我们台湾人民 所以我是认为 再这样继续下去 台湾的旅游业 会更糟糕的 是 蓝永平姐 这个附陆旅游团 有人遭留置这个问题 关于旅游界有知情的人士 他们其实是很不满的 他们认为说 陆委会根本就是知道真相 说这个被留置的人 因为他是有很特殊的职业 当然不好说 这个人第一次赴大陆 虽然是跟着团去 他还是被盯上了 他说这件事情陆委会心知肚明 就故意讲成这样 他们观光旅游会的评论的人 不敢拒名 他要匿名 因为他担心被报复 所以他写给你 但是他 没有 这是新闻 他对外讲 他说陆委会齐心可意 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陆委会 明知道实情是什么 然后故意扩大解释 那就是刚才主持人 一直问的问题说 你民进党你就禁止就好了 他不敢禁止 因为我们观光旅游界的人 会上街头 会跟他抗议 而且不符合民调 57.5%的人认为 两岸交流应该要持续 应该要搁置争议 所以陆委会就是 用很多小的手段 故意去阻碍你 然后把小事情扩大解释 可是真正的政策 他又不敢做 好 刚才在热议顾立雄的 刚才讲第一集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说顾立雄上台 让我大惑不解 如果说对岸对我们的演习压力 真的这么大的话 顾立雄所谓的改革方案 现在被网友是讥笑说 叫做当兵当成下令营 因为他不用踢阵步 取消次枪术 然后官兵休假的时候 不用回报 然后出国 官兵出国还可以自由行 开放自由行 然后正负主官 以前大家觉得两岸现在很紧张了 所以正的休假 负的一定要留营 负的休假正的要留营 这个方向我都非常的支持 结果顾立雄把它取消 顾立雄到底在做什么 明明很紧张 他要搞到天下太平 说没事 没事 没事 那是怎么样 那是说我们什么东西 都要赖给美国 美国是值得你依赖的吗 刚才嘉宇在那边讲拜登跟川普 理念不同 我告诉你 你心仪的拜登 理念怎样不同 他乌克兰他现在已经讲了 他说乌克兰就算战争结束之后 乌克兰也不必加入北约 你想想看拜登一讲这种话 如果不是用刚才讲的 他是不是年纪大了来解释 乌克兰所有的仗都白打了 因为俄罗斯之所以入侵乌克兰 就是因为乌克兰一定要加入北约 然后大家都劝阻说不要不要 德法都说不要不要 这样子俄罗斯踩了红线 结果他说我要我要我要 结果今天拜登支持他了半天 跟他讲说你们这样子 这样打完了死了这么多人 你可以 你可能不能加入北约 那真的是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不要把信任任何问题 交给别人 因为这些人随时随地可能出卖你 我对于顾立雄国防部长的不理解 是说你觉得台湾很太平 大家可以去夏令营 所有的军事训练都以官兵福利为主 你怎么爱休假怎么好 怎么轻松怎么好 这是他现在对我们官兵文人部长的态度 这对我们的国防 对我们的官兵来说 对官兵来说是不是一个好事 以后当兵变得非常的轻松 那就不像当兵 很像是在当公务员而已